环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这场比赛的是由八一荣胜重工 在主场名战山东鲁能 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三盘 也就是双打比赛 身穿紫色上衣的就是八一荣胜重工的运动员 他们是周宇 徐晨浩 山东鲁能派出的是张超和吴浩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徐晨浩 八一队这边呢 我们看到这个山东队这边的左手握拍的就是胡浩 而八一队这边的左手握拍的是周宇 现在发球的就是周宇 公志愿比赛是三局两胜 而且第三局是七分制 所以每一分的争夺是很激烈 而且就因为比赛的比分太少 所以比赛的偶然性比较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徐晨浩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徐晨浩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徐晨浩 五比三八一队的运动员暂时领先 八一队的运动员暂时领先 八一队的两个运动员刚才终于给大家介绍 他去年还打过全国男子单打的冠军 今年打的是全国的全体冠军 双打冠军 过一年来说他还有很大的进步 跟他配队的右手红板 八一队穿紫衣服的叫徐晨浩 也是个跟凡林中几乎同龄的一个少年印度人 但是徐晨浩也是有了很强的技术 在今年七月份的一队文外赛当中 他也打到了单打亚军 这也战胜了韩国的名将金明石 和我们的老将王立琴 所以他这个打法来说也是很先进的一种打法 刚超配合穿蓝色运动服的左手运动员叫吴浩 吴浩是来自山东队 他的这个球来说 虽然就是说速度力量来说不太起眼 但是这个运动员打大赛的能力 也比较强 也曾获得过全国共和双打 跟男子双打的前三名 对 吴浩呢今年是24岁 他是10年全国锦票赛的混双冠军 双方打成了7比7 山东鲁能队啊前面两盘呢是都赢了2比0领先 如果这一盘再能取胜的话呢 将会以3比0战胜8一荣胜中攻 可以说这盘比赛8一荣胜中攻 只能赢不能输了 否则的话将彻底的输掉整场比赛了 虎英超跟教练郭克力不断进行的交流 看上去也是表情很胶着 尽管2比0领先 但是呢如果再打下去的话 如果这一盘输的的话 接下来将会是樊振东和张继科的对决 那么这场比赛究竟路死谁手还不一定 因为这个虎英超为什么他胶直 就他是在这个山东鲁打是最后一场 他的对那个 他的对手来说他觉得徐冲昊来说 就是打空球的能力强 相当于打手球啊正手拉球啊 这种条件能力差 他还觉得打到第五场的时候还有机会 第五场他上场就有机会 所以就是这场球的确打以前来做两个队 还是功力吸敌 胜负也很难预测 正因为张超第一场比赛为这个山东鲁能 这个建立的提供以后 所以这个形势就转向了他们山东队 如果说呢这场双打 包括凡只能够张继科 战胜张继科的话 那形势又不一样 那可能就是说的 把一队都有大逆转大翻盘的可能性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啊 尽管我们看前面两盘是山东鲁能的位 2比0暂时领先 但是这个比赛依然还是有悬念的 对 5号发球 10比9 5号发球 然后最近看样子有点发福了啊 肚子都有了 报告 来球输 那这样的八一队的周宇和徐晨浩 就惊险的拿向了第一局 这局赢得真是比较悬 12比10 险胜 如果说这盘比赛双打当中 八一队能赢的话 接下来将会进行第四场焦点之战 这是一场强强对抗 将会由八一队的一号主力樊振东 对阵山东鲁能的一号主力张继科 第五场呢是八一队的徐晨浩 迎战山东鲁能的侯英超 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发球的是山东队的吴昊 第五场呢是八一队的徐晨浩 好 双打比赛跟单打比赛不一样 双打比赛比的不是完全是个人的能力 也就是说一加一不见得等着 也就是说两个 尤其我们喜欢个人能力 如果配合不默契 我们在比赛当中也不能形成对抗性跟战斗力 因为我们两个人有一定的技术 但多年配合比较默契的话 能够把优点 两个人的优点能够汇集起来 同时还能弥补各自的不足的话 这样的话就能无形当中增加双打的责战能力 白衣队来说 它是一个传统的强队 所以在这个全运会当中 它也获得了男子双打的贯押军 所以这个全运会金牌分布的也是金 这次全运会我们说是大家最重视的一回 这当中最强的 金牌的分布也比较集中 八一队它获得了三枚金牌 分别是男子团体 男子双打和女子双打 而山东队获得了两枚金牌 那是女子团体和女子单打 都是黎小霞领选嘛 北京队获得了两枚金牌 一个是混合双打 马龙和丁林 一个是马龙的男子单打 真的有情况 蔡文华局长也提出来 这个优秀运动员的分布 跟运动成绩的分布 两枚金牌过于集中 不是一件好事 怎么样就说了 也让大家想办法 在这个全国范围内 这个推广冰花球 就是各个地方 都有生机 都有活力 都有运动成绩 这样对整个处境运动的发展 应该好处更大 我们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也就帮助一些 落后的省市 派展教练 进行交流 进行讲课 甚至让他们引进一些 优秀的一种人 来缩小 强队跟弱队之间的差距 在一些原来比较边远 比较落后的城市里头 能够获得冰花球比赛的一些 全国行为运动成绩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看到 山东鲁能的张超和吴浩 是轻而易举 拿到第二局比赛的 举点了 11比3 第二局的比赛 可以说张超和吴浩是完胜 那么双方呢 打成了1比1 接着呢 就要进行决胜局的比赛了 第三盘双打比赛 和第五盘比赛呢 都是采用三局两胜制 决胜局呢 都是采用7分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局比赛呢 将会非常的扣人心弦 将采用7分制 7分这个比赛还是蛮有意思 他就提出了两个用意 一个就是说了 不打那么多11分的 时间太长 能够缩短比赛时间 使比赛能够更加紧凑 第二个就是说了 对运动员的打赛的心理是个断念 我记得冰胜球原来还打过5分制 我们那个叫5分制 叫金球制 金球制 所以通过这个金球制 运动员都反映了 打过金球的人觉得 他的心理素质还得到了很大的磨砾 再打11分就觉得轻松一些了 没那么压力大了 他都是11分制 这个难度要大的话 现在可能从张超跟吴浩更容易一点 为什么他们有两场赢球的本钱 所以我们可以看 虽然输了第一局 他们不太慌 出手也相对的更果断 更从容 前面两盘比赛的山东五能是2比0领先 所以到了第三盘的时候呢 他们在心理方面肯定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尤其是张超 他可以说是今天山东队的一个功臣了 第一盘是出其不意 赢了樊振东 八一队呢 请求暂停 八一队呢 也是一支善达硬仗的队伍啊 相信他们也会轻言放弃 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啊 像李志导刚才说的那样 我们也特别期望能看到 双方第四盘的强强对抗 但是看上去呢 目前八一队 他们场上的形势非常危险 目前第三局的比赛 周宇和薛成浩呢 是0比3落后了 薛成浩这个队员呢 在上一次啊 八一和山东的比赛当中 可以说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当时他们是在客场 在山东济南 薛成浩呢 是胜了张超和张继科 最终呢 是帮助八一队 3比1立刻对手 而这一次赛他们的主场 反倒是不利了 5号发球 许晨浩出发球了 所以明星小战胜经验不丰富 好论终于一队啊 因为发球出台 又拱手让出一队 挺可惜的 这球是张超是拉丢了 又是一个出台 所以这个顶级选手 跟这个一般高手的 他的区别在这 这种球如果要 要让马林王丽琳碰到的 他是不会丢的 张超有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来说 处理球就没有他们 更加精细 现在场上每一份都显得很珍贵 因为毕竟比赛只有7分 张超无号5比2领先 张超发球 这样的山东鲁能的 这样的山东鲁能的 张超和吴浩 就以2比1战胜了 8一荣胜重工的周武和徐晨浩 那这样总的比分 是山东鲁能 3比0战胜了 8一荣胜重工 这样的双方的比赛就结束了 第一场比赛是8一荣胜重工的梵振东 2比3输给了张超 第二盘比赛是山东鲁能的张继科 3比0轻取周宇 第三盘双打比赛 8一荣胜重工的周宇和徐晨浩 是1比2不敌 山东鲁能的张超和吴浩 那这样的这轮比赛 8一荣胜重工 主场就0比3输给了山东鲁能 稍后我们回到演播室 再请李志导点评这场比赛 2比3输给了山东鲁能的 2比3输给了山东鲁能的